OK行那我们就开始了 这个开始之前啊 这个跟大家讲一下 那我是Coco 然后呢相信很多我们这边GoMarkets的老客户呢 也应该这个比较了解我了 然后我之前呢也有跟大家在做过网课啊 包括直播也一直有在做 那这个我最近翻了一下 距离我上一次做直播呢 是9月初差不多有两周的时间的 那距离上一次做网课的话 有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所以今天呢可能会有一些的信息啊 还有一些资讯 想要通过今天的网课呢来跟大家分享 那开始之前呢还是我们的风险提示 所有呢我们的这个信息 包括讲解的一些内容啊 都不涉及到具体的这个金融投资产品的建议 那我们所有提供的信息呢 都只是一般的信息 那您要结合自己的一些财务状况啊 还有包括一些需求来决定是否做这一项投资 那我们GoMarket呢是1998年成立的 目前呢这个有的产品像是美国和澳洲的个股 外汇黄金白银石油纸全球指数 还有像是这个数字货币这些金融产品 那大家其实最关心的还是资金安全的一个隔离 那我们老客户可能就经常听我们说了 那如果是新加入我们 或者说最近啊刚刚开始了解我们GoMarket的话 我这边呢就跟大家来再解释一下 我们所有客户的资金啊都是安全隔离 在第三方的这个隔离账户里面 就是我们说的Trust Account 那目前呢是放在澳大利亚国民银行 也就是我们知道的NAB的这个Trust Account里面 完全呢是跟公司的运营资本是分离开来的 那并且呢这个Trust Account还是需要每日跟银行结算 那这个账号呢也是受澳洲证监会监管的 那简单说完我们公司的情况呢 那今天啊我们来这个回顾一下 今天的市场行情的一个走势 因为大家也相信从上周开始啊 应该也能感受到不管是美国还是澳洲这边也好 包括金融市场或者说这个股票市场 外汇市场等等也好 能发现呢整个目前金融市场啊 都是属于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那今天的澳洲的大盘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今天澳洲大盘呢 呃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最后收盘呢是收在了5900点左右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上周五的上周啊 整体来说因为受到这个美国股市的整体的下挫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澳洲的ASX200指数呢 是从差不多6100点 6100点左右的价格呢 一路下跌啊跌到了这个5800点的一个价格 那因为昨天和今天两天呢 这个短暂的收复了湿地 差不多目前回到了5900点以上 那ASX200目前来说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走势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一段时间的一个走势图啊 用这个来给大家看好了 这个呢是天线图 那我们可以看到ASX200呢 自从三月底啊创下新低之后呢 慢慢开始这个回升 那目前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始终呢这个ASX200都是始终是徘徊在5800点到6200点之间 这个呢应该是属于比较明显的了 啊我们这边画一个图应该就比较清楚了 我看一下 从六月中旬开始呢 一直到这两天啊 始终ASX200都是在这个箱体之内来进行震荡 啊调整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方呢是差不多在6200点左右的一个价格 下方的支撑位呢是差不多在5800点 那尽管啊上周有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科技股拉动 美国的大盘有一个集体的下挫 那导致呢澳洲这边的这个股票呢 也有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调 但是呢都依然坚守在差不多5800点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价格 啊这个应该是属于比较明显的了 那这两天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盘啊又重新回到了5900点以上 所以说呢至少啊在目前的情况下 啊这一个箱体的一个趋势还是没有突破 那除非呢我们说啊有一些其他的一个消息会导致 不管是利好或者说利空会导致ASX200这个大盘指数 跌破这个箱体的一个震荡区间 或者涨破6200点以上 那他才会有一个新的价格的一个情况会出现 那这个呢是澳洲200今天整体的一个大盘的表现 那除开这个之外呢 呃基本上所有的板块啊来说涨跌不一 因为今天的涨幅也比较小嘛 基本上是百分之零点几的一个涨幅 呃那其他的板块像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比如说是零售板块 我们可以看下以WOWS为代表 我们可以看到WOWS呢在前段就从这个呃月初开始吧 也有一个持续的下跌 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均线啊 也是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这个呢应该是跟目前呃澳洲的疫情缓慢的 这个有得得到了缓解之后呢 像是这一类的这个防御型的股票 或者说零售业的一个股票来说 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回调的一个影响 那除开这个之外呢 相信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像是CSL这个股票 因为他在发布财报的那一天是有一个大幅的跳涨嘛 当时最高呢是冲到了将近三百呃三百二十澳币吧 我记得对三百二十澳币一百三百一十七澳币左右 那这两天呢又回调到了二百八十澳币左右的一个区间 那呃他其实目前来说应该也是属于其实比较明显的 这个二百八十到二百七十呢是属于一个比较呃明显的一个支撑位的一个价格 那至少在这个区间内呢CSL他不会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向上或者向下突破的一个表现 而且从目前均线图上也来看出目前不管是五天十天二十天还是三十天均线 目前都是纠缠在一起的 那起码呢现在没有找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方向 呃比如说像是其他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新一机场好了 新一机场最近因为这个前段时间配股嘛 所以说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投资者的关注 但配股之后啊我们看到配股宣布配股之后呢 他一段时间的股价呢有一波小幅的一个推高 但是呢随着这个时机过去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的股价又差不多恢复到了前段时间 一直横盘调整了将近从七月份到这个八月底 差不多两个月时间的这样横盘调整的一个区间内了 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是在 嗯 这个区间内的一个横盘调整的一个正当区间内了 就说这个的话基本上是今天ASX200大盘的一个表现 那简单呢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回顾 那除开这个之外啊这两天的话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是 呃 美国的这个股指的一个回调 因为上个星期的话大家应该有看到美国的三大股指啊 都是在基本上在几天之内有了很大的一个下跌 呃像是这个特斯拉 呃尤其是一天啊 甚至下跌了20%之多 那这个科技 科技板块呢 全部的板块基本上也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几大科技公司的一个表现 像是 苹果 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苹果啊在这个曾经最高的时候是因为他前段时间这个分股嘛 就是我们说拆股拆股之后呢目前啊苹果目前的价格呢是在115美金 那拆股的一个影响和拆股后续对于整个市场有什么表现的话 基本上在上一次也就是9月2号的时候我跟joy的那场直播当时呢有跟大家去大概的解释过 这个拆股呢对于美国科技股或者说板块有没有什么影响 其实对于咱们散户来说呃像是不管是苹果的拆股还是之前特斯拉的拆股 对于散户来说可能大家更能够买得起这个美国高高价的科技股了 但是呢可能从一些券商的角度来说因为很多美国的交易的产品交易的这个股票来说是按照股数 就是每按多少一股多少来收费的所以可能对于散户来说如果是呃这一类券商去交易的话 可能交易费用呢会更高一些那这个是苹果目前的一个股票呃股票表现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上个星期股票当时苹果最高是冲到136呃美金 那一路下跌呢跌到109呃美金的一个价格位置 但是呢还是虽然这一波回调还是比较猛的差不多有百分之十几到20之间的一个回调 但是基本上还是在我们可以看到当天的那个星期五最低的一个价格 还是非常强硬的支撑在了50天均线以上 那在昨天的一个表现来看呢也是目前回到了30天 我看一下这个是30天的均线的差不多的一个价格 所以说呢这个来说至少50天均线对于苹果来说 来说目前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价格 那这个呢是目前呃美国市场的一个表现 那这两天的话大家呢可能还会比较关注的是一个新闻 就是说呃民族之光啊海湾版的抖音TikTok 因为前段时间是受到这个美国呃财政部 还有这个特朗普那边的要求 就是关于他的信息安全的一个问题 呃美国是觉得目前TikTok作为在美国运营的这个呃娱乐软件来说 涉嫌收集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安全数据的问题 可能会拿回中国国内去 所以说呢以这个理由为要求呢 就强硬的要求TikTok要卖掉 那当时呢呃我记得在上一次网课的时候 也有跟大家去分享关于这个信息 那呃呃其实当时出来这个消息之后啊 很多人都因为都认为抖音不应该卖 因为这个其实有一点像是美国强迫的 强买强卖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策略 甚至在微软我当时看过一篇报道 微软的员工来说 因为一开始是微软差不多是花了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去谈判 想要去购买这个TikTok抖音海外版的TikTok 但是呢这个微软他内部的员工投票 是超过60%多的一个员工认为 呃微软不应该在此时有一点像是趁火打结 因为第一不不利于呃这个微软 他的这个branding就我们说的品牌的效应 第二呢呃这个作为他们员工来说 还是会觉得这个此举不是太符合这个商业道德 当然这个是其实是体外化 那今天包括昨天啊 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周末 其实就有这个新闻出来了 呃这个目前呢微软TikTok已经呃排除了跟微软之间的这个合作 或者说被微软收购而转而呢向去甲骨文呃去合作 那其实我们总的来说对于甲骨文这家公司的话 其实了解比较少啊 因为我们可能听的比较多的就是美国的放五家的这个科技巨头 那其实甲骨文作为早期的科技的大大型企业来说 目前离美国的五大科技股来说是有了非常大的一个距离 那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呃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美国的财政部长呢 姆努钦他是说啊这个目前呢他的进进程 就是TikTok最终的解决方案会延长五天到9月20号 因为上一次跟大家说的时候是在9月15号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就截止了 所以说目前的这个策略呢就跟甲骨文来合作的话 会延长到呃这个下周 那这个呢其实对于TikTok来说呢是个好事 但是呢其实TikTok目前来说他会一改之前跟微软和这个呃的模式 就是把股份完全卖给微软 而是呢把重要的信息数据的这个处理的呃中心呢会交由给甲骨文 就看到这边的这个oracle这个公司呢来给他们来做处理 那其实这个来说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属于呃目前情况下 呃对于微软不管啊对于TikTok来说是最好的一个处理的结果 因为这样子呢既保留了我们说的这个呃TikTok没有完全卖给美国 并且呢又可以达到这个美国可能哈会对美国达到一定的一个要求 那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微软呢 我们可以看下一张图 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微软啊在最开始协商想要去收购抖音的时候啊 最高的时候股价呢是上涨6% 那同样沃尔玛也是在这个呃收购的过程中呢也有参与 因为根据这两天呢TikTok和发发发发出来的公告啊 很有可能TikTok的未来会在电子商务这一块跟沃尔玛呢会有一定的合作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沃尔玛也是根据这个消息上涨了4.5%的一个股价 那这个呃甲国呢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可以看到最高的时候股价 我看当时是上涨了百分之十几 那基本上可能是在百分之十左右这样子的一个涨幅的空间 所以说TikTok至少从这个备收购案来说 对于美国的综合市场呃这个股票市场来说 有一点像是呃TikTok其实挺有就我们说挺有望夫向的吧 谁跟他沾点边都能 股价有一定的这个推升或者上涨 那为什么我们说当时呃 TikTok大热的TikTok他没有选择呃微软 而是没有选择众望所所归的微软 而是选择了这个甲骨文呢 呃其实这个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尤端的 就我们可以看这个今年啊 其实Zoom就是提供远程视频会议的一家美国的公司 呃Zoom相信大家很可能如果是呃有上一些网课啊 或者说呃有跟同事来进行沟通的很多人也会去选择用Zoom 那这个软件公司呢在今年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数据安全的问题 也是在美国呢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那甲骨文呢当时就顺势成为了Zoom当时的云服务提供商 并且呢在甲骨文最近一个季度的销售的一个表现来看是呃 有非常好的一个呃表现 那这个也是或许是字节跳动 就是TikTok的公司选择了这个甲骨文的一大原因 因为可以解决 因为目前TikTok美国业务数据敏感 涉及到可能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一些敏感的问题 所以呢另外一个方面 其实对于甲骨文来说应该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因为近年来我们也知道甲骨文一直在走弱嘛 那如果参与到这次价那个字节跳动来说 它的需求应该会比微软更加迫切 并且呢我个人愿个人觉得 尽管目前最够的收购 最后的收购案还没有得到一个最后的结论 但是可以得出来的一个推测来说 应该甲骨文提出来的一个方案 或者说提出来的一个价格吧 直白的说价格会比微软来说要好的多的多 呃并且呢这个 这个但是呢当然这个收购啊 目前来说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任何障碍的 因为首先呢 呃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需要认可这个事情 而且呢关于这个特朗普来说 他也是需要这个同意这个收购 同意目前的这个合作 而且前几天呢中国的商务部门呢 也是更新了呃最新的出口限制的目录 其中呢就增加了一项呃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 推送服务技术的一个转让 所以呢字节跳动啊在这一个方面的话 尤其也要非常这个注意关于这个业务 他的这一个交易 所以如果目前啊我们可以看到字节跳动 如果能够顶住特朗普政府的压力 在保留核心利益的情况下 能够和这个甲骨文达成交易的话 那字节跳动全球化的这个路程当中 面临的地缘政治的压力 也会就是得到非常大幅的缓解 而且呢我们知道现在啊 中国也有很多优质的互联网企业想要出海 但是呢因为受到字节跳动 包括之前的华为中心也好 这样子的一个出海受阻的一个消息影响 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打击 但是如果字节跳动此次呢 能够设行过关的话 我相信对于很多中国的优质的互联网企业 想要出海来说 也是会提供非常大的信心和路径 那这个呢是关于这个最近大家的一个热点 关于海外版的抖音 因为今天是原来是说 可能是今天是谈判的最后一天了嘛 目前呢是得到了五天的缓解 那这个呢是关于这个 收购的一个进程的一个信息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天呢 其实还是有另外一个科技巨头 最近有一个大消息 但是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公司 平时关注的不是特别多 不会像是苹果啊 或者说TikTok啊 或者说微软关注的那么多 这个呢可能跟我们平时生活来说 没有那么具象性的一个关系 就是中国际的芯片公司 英伟达 他呢要收购一个英国的一个芯片设计公司 叫Arm 那这个其实呢 算是在国际芯片行业 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消息 因为今天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从国内的新闻看到 这个华为呢 最后一批的芯片 麒麟芯片呢 已经上传 发往国内了 应该说是最后一批 并且呢从华为的高层的一个信息反应来说 可能目前的芯片供应 仅仅只能供应华为目前手机生产 仅仅可能只有半年的一个时间能够支撑了 那之后呢 具体到底怎么样来说 可能对于很多咱们国内的手机制造商 或者说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些电器设备来说 应该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最主要的芯片没有了嘛 这个特朗普从一开始一直对这个华为 围追堵截 那目前呢 这个英伟达 英伟达我们知道是美国的一个上市公司嘛 那这个公司呢 其实我在9月2号当时跟这个Joy的这一场直播当中 也跟大家去推荐过 那英伟达的一个具体做什么的 当时在活动中也跟大家去讲过嘛 他是做这个芯片行业的巨头 他呢 可能大家了解比较多的 可能是任天堂游戏机Switch上面的视频游戏图形 芯片就是做这个的 那其他像是很多的智能手机的这个微处理器啊 然后包括很多其他的这个远程办公用品也好 或者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电器 还有计算机啊 那些自动化的这个设备也好 其实很多都是需要用到英伟达的这个芯片 那今年呢 因为我们也知道疫情的影响导致全球呢 对于这个远程办公的需求也是一直在增加 那对于数据中心的需求呢 也是快速在增加 当时呢 在直播的当中也是给大家看了一篇 看看了一张英伟达在今年年中发布的一个财报 它目前呢 它数据中心的一个利润的增长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劲 那目前呢 英伟达的这个收入啊 也是呃 暴涨 股价创了新高 那目前已经超过了英特尔成为美国市值最高最高的半半导体企业 那说到这个 说完这个英伟达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ARM吧 就ARM 它呢 是一家英国的公司 那如果很多人不是特别了解像是这种科技产业啊 或者说的计算机啊 这种行业的话 那其实说白了 英伟达呢 相当于是制造芯片的 那这个ARM呢 ARM呢 它就是做芯片的设计软件的 那说白了就是 呃 原来是说ARM应该算是呃 英伟达的上游企业 那如果此次收购能够成功的话 相当于英伟达是收购了它的上游企业 组成了一个行业的一个 嗯 一条龙 咱们简单来说可能就是一条龙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业 呃生产链 那 如果因为现在来说 嗯 两方英伟达和ARM两方来说都已经完全同意了嘛 那现在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因素可能就是来自于各国政府 不管是反垄断也好 还是各国政府对于呃外国收购的这样子的一个企业来说 可能是这个方面政治因素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呃 允许或者说阻挠也好 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呃目前啊 英伟达呢至少在这一个举措上来说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表现 相当于是重新整合了市场和行业的一个资源 那另外呢其实对于ARM来说呃可能哈呃大家会觉得 是一件好事因为英伟达目前给ARM提供的呢 是大部分是以股票还有现金现金也这个来收购 那甚至还提出如果ARM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呃营收效果的话 还会有额外的50亿美金的现金奖励 那很多人说这个英伟达到底收购ARM是如虎天翼 还是呃那个行业灾难 那如虎天翼大家也刚刚跟大家去讲过嘛 如虎天翼到底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为什么是行业灾难呢 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关于这个单边贸易 还有一些这个地缘政治 还有各个国家关税的一个影响 呃美国呢现在是全面明令禁止了芯片行业 对于这个呃中国的尤其是华为市场 呃华为手机的一个呃提供 那如果啊我们说这个英伟达会收购ARM 就我们说的这个ARM的公司的话 因为ARM公司现在大部分的客户来说 都是像是呃手机的呃制造公司 像是三星也好 然后华为也好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诺基亚这些 那我也是一段突然想不起来 其他的这个手机手机呃制造商是谁啊 大部分还是这一类的公司 但是呢如果英伟达一去收购ARM之后啊 就相当于说把这个行业 把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 重新整合回自己的这个呃旗下了 那对于同样是芯片制造商 像是这个三星这一类也好 那他会不会继续去选择ARM来说 那这个就是要打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了 那这个呢可能对于ARM来说 可能会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并且啊因为现在来说 收购ARM来说还要需要通过呃英国那边的政府来同意 那包括其实中国的话也是需要呃表一定的态 因为ARM现在大部分大部分的一个客户群体 还是在处于中国 那如果我们说呃这个目前特朗普政府 对于中国企业的芯片围追堵截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很有可能会禁止或者说对于英伟达继续收购 而是英伟达收购ARM之后继续向中国的这些芯片制造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话 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也会导致ARM在这个中国大陆上面 失去一定的这个客户员 所以这个到底是好是坏啊 我们其实还是要看这个之后政策方面的一个决定 当然目前对于英伟达来说股价呢也是提升不少 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今年 这个月的三月 这个月的月初 当时不是跟大家去这个分享过英伟达的这个公司吗 在直直播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在9月2号的时候 9月2号的时候直播 当时我看一下是在 9月2号的直播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是在最高的价格 没错 当时呢是在570多 然后在9月4号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当时我写的这篇股评啊 是在9月4号的时候 当时呢是出了一篇股评 当时分析了一下英伟达 那在股票在这个股评的最后的时候呢 我给出的一般性的一个投资建议是这样说的 就考虑到呢近期美国美股科技板块过度狂热 那会可能会影响英伟达公司股价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说啊投资者仍然是需要考虑到股价回撤的风险 从目前的技术图形上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是结了一张图 从技术图形上来看 若股价回落至长期均线 长期30天均线 同样呢也是黄金分割线23.6%的位置的话 也就是480美金附近 可以考虑分批建仓买入 那当时给出的12月的一个目标价格呢 是550美元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9月4号的时候 当时写完这篇股评之后 可以看一下 当时呢写完这篇股评之后 9月4号的时候是差不多在500美金左右 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之后就开始下跌了 那最低呢是到了差不多470美金左右 因为我在股评里面也跟大家去提到嘛 如果股价 因为现在的当时是9月4号的时候写的时候 是觉得股价过高嘛 那也当时给出建议就是说 如果能够回到长期均线30天 也就是23.6%的黄金分割线 480美金附近的话 可以考虑分批建仓 那么可以看到 如果啊当时有客户看到这个股评之后 在480美金附近建仓之后 那目前呢收益差不多 有吧 我看一下是40多美金的一个 一股的一个收益了 那也算是不错的一个表现 当然目前我对于这个公司呢 还是长期非常看好的 但是呢还是非常要注意的 就是刚刚提到的 关于ARM的这个收购案 可能会遇到的一些 关于政策方面和政治方面的 一个阻挠和风险吧 这个是近一段时间 如果大家考虑说 想要去投资英伟达这个公司的话 可能需要着重去 这个关注的一个信息 然后呢跟大家再去分享一下 这个关于市场波动应该如何运对啊 因为从上周开始 大家应该也有看到这个 全球的股市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那我这边呢跟有时候 有时候跟客户聊天啊 发现基本上咱们的这个 客户群体或者说心理吧 可能分为三种 一种呢就是图一 就是别理我 我想静静 就是因为之前我经常也会看一些 国内A股股民的写的一些段子嘛 就发现咱们国内A股股民的 这些写的段子特别有意思 当时我看了一篇还挺搞笑的说 自己炒股啊 十几年的二十年的股民 做的最好的一段时间呢 就是生病住院的时间 因为避免了一顿瞎操作 当时呢 没亏还反而有了不少的一个收益 那咱们这个客户啊 可能当时我这两周呢 接受下来可能也是分为三种啊 一种就是佛系 就是大家也都不要理我 可能很多人甚至想说 我要不要直接删个软件 就不管它了 那比较佛系派啊 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哎呦 我的小心脏就受不了了 看到这个股市上涨下跌 忽上忽下 这每天啊 这个账号里面的钱 也是起起落落 就跟这个新电图一样 那第三种呢 就是这个发现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就扶我起来 我还接着能买 这个应该是就我们说的 这个买买买 觉得股票现在这么跌这么低了 就跟女生啊 看见包包衣服打折一样 这个价格都低那么多了 是不是该这个干净买 那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波动来说 呃 我们说金融市场 有市场波动 才应该是有更多的机会的一个表现 呃 这个也是我一直去强调的一个点 就是 呃 没有市场会一路往上涨 这个目前情况下来说 美国也好 包括澳洲也好 包括中国也好 没有一个市场 它是一路能向上涨的 那我们总说 它在一定的阶段 或者说一定的时间点 它会有一波 一波的回调 其实回调或者说市场波动来说 对于目前股市也好 金融市场也好 都是有一定有利的一个表现 因为你想 你这个 如果价格一直往上涨 对于很多的散户或者机构来说 它也不愿意去追高 他们那么大家大笔的钱 或者大波的投资者握着手里大笔的钱 再等股价回落的一个机会来进入市场 那股价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股价 股票其实说白了 就是需要远远不断的资金和新的一个加入者 进入到这个市场里面 那股价才会被进一步脱高吗 那大家如果在持续观望的一个情绪下 一直看着股价股价继续上涨 下面也没有继续想要新进入市场的一个资金了 那股价就会继续往下跌 那这个就是情况 那如果我们说股价在一定上涨的阶段 有一波小的一个回调的话 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个散户 或者说机构投资者来说 反而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入场机会 所以说在面对市场波动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强调的不是说 很多人有些说那我市场波动 我是不是立马赶紧把我手里的股票去卖了 躲过这次危机 也并不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的话 在上周来说 其实操作的反而也比较少 因为我自己啊 我看了一下我上周 我回顾了一下 我上周整体的一个 面对股市强烈波动的时候的一个心路历程啊 我是先去看一下 我哪一些股票是长期投资 哪一些股票是当时买入的时候 是冲着短期投机的 那说白了 就是我们哪一些股票 就属于我价值投资 我握个三年五年都没有问题 那有哪一些股票 我当时买的时候就是在想 我是不是要炒这个热点 或者说炒这个新闻的 所以在上个星期开始的时候 我一直在去反复去 这个重审或者说审视 我当时手里持有的股票 卖掉了一些 那也当时呢 也是补尽了一些 所以说这个是我目前面对这个市场波动来说 我自己的一些心得 因为长期投资的话 只要你市场发布的一些消息 或者说公司发布的一些消息 对公司三年五年 未来十年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来说 那对于我公司 对于我目前股票持有这个股票来说 不会太过于影响我目前的这个持有的仓位 但是如果当时 比如说我买的时候就是冲着它这个热点 比如说这段时间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导致什么什么什么行业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公司特别好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去反复去思考 我这个股票 我是不是还要去继续持有 目前的大环境有没有改变 会不会影响到我手里的这个持有的股票 那这个呢 是我对于市场这个波动来说 我的一些应对的一些方法和心理吧 那因为我也经常会听到大家说 这个三月底之后啊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股市股票也好 都有了非常大幅度的反弹 不管是30%也好 50%甚至100%也好 应该是度过了 应该说咱们这个股民来说 应该是度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 六个月的一个时间吧 尤其是买到了那些科技股 因为这一段时间大家也都知道 科技股的反弹呢 也是非常厉害 应该说是说是度过了一个股民的黄金时间 从三月底如果是你入市了的话 一直到现在度过了一个非常这个好的黄金时间 那未来剩下的这个三个月来说 今年2020年目前市场上还没有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表现 或者说比较好的一些公司 呃表现的这个公司呢 其实呃我个人来说之前啊 一直在这个直播也好 网课也好 陆陆续续呢 都有推荐过一些股票 呃那因为其实市场上好股票 说白了 无非就是这么一些 那你说我能一天能再 比如说我一个一个月 我能源源不断再找一些新的股票公司出来吗 其实也很难 关键就是这些好的公司 咱们有没有把握好 那现在的话 我今天看到这个 那个投行 澳洲的投行 麦考利银行呢 也是推出了这个疫情之后 就此次疫情之后 他们呢会选择的是大首选股 那我也这个结了这个图 给大家呢可以做一个参考 第一个呢是这个Wallet 这个的话 我不会做这个太过于详细的介绍啊 因为毕竟是这个麦考利投行 来做的推荐 那也其实不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当然更不代表 GoMarket的一个观点了 但是呢 我觉得大家呢 可以去做一个参考 那为什么麦考利银行会推荐这样的一个股票 那大家也可以依据这个参考 自己呢去做一些research 去做一些研究 那看一下是不是符合自己的一个投资的策略 和自己的一个投资的目标 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叫Wallet 就W-O-R 它是一个engineering 就是工程系的一个公司 其实提供的就是一些 给工程类 还有一些这个建筑商提供一些服务的一个公司 那目前呢 麦考利呢 对于它12个月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回报期望呢 是42% 那第二个呢 如果是我们GoMarket的话 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公司了 APX人工智能叫Apple 那目前呢 这个麦考利银行 对于它12个月的一个回报 期望来说是差不多在36% 第三个呢 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们同事 Vanisa 就是小助手呢 写的一篇关于这个公司的这个股评的话 应该对它的了解也不少了 如果没有看到的话 大家呢也可以去明天问一下 我们的小助手 问他要一篇 他自己写的这个股评 那目前呢 麦考利银行 对于它的这个公司呢 12个月内的这个回报 期望是在35% 那下面呢 我就不用再多做介绍了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截个图 Blue Scope啊 就是这个铁矿石 当时是从BHP面分离出来的 Star Entertainment呢 这个应该是新州 就是其实就相当于Crown 在维州的一个体位了 这个赌场 United Malt Group呢 他是做这个大卖的 那因为大家肯定说 那为什么 因为目前中国不是对澳洲的这个大卖的反这个反倾销案这个做了一个调查吗 那为什么麦考利还会去推荐这个公司呢 其实我去看了一下这个United Malt Group啊 它的目前的一个股价 它差不多是在6月份 当时刚宣布完这个消息之后 股价呢 确实是有了一定的下挫 但是呢 因为它UMG这个公司呢 它其实是做麦芽大卖的 那说白了 就是跟普通的饲料大卖 因为中国商务部现在反倾销的 其实主要是针对于饲料大卖 那UMG的话 它主要其实生产的是麦芽大卖 麦芽大卖的话 就基本上是我们国内像是青岛啤酒的这个啤酒酿造的一个主要原料 就说像是如果麦芽大卖 就我们说的这个中国要增加关税的话 其实比较遭殃的应该是属于国内的一些啤酒企业 那目前呢 United Malt Group呢 它股价表现还算是比较稳定 基本上是在4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这个是一个 那下面的话 大家应该也都是比较了解了 Walworth啊 FMG啊 Ramsey啊 这个公司 大家呢也可以去这个记录了解一下这些 那我个人的话 因为我昨天也跟几个客户去聊天嘛 关于说我个人比较看好的一个股票 或者说长线去持的一个股票 其实我自己呢 最近看的比较多的 一个是呢 是NAN大家应该也都是非常熟悉了 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NAN这个股票的话 其实是我一直长期去持有的 当然我自己持有的股票的话 不代表这个建议啊 这个只能给大家呢 去做一个参考 那我这边呢 会跟大家去说 哪一些呢 是我持有的股票 那我在推荐的时候 我需要去反复强调 那另外一个呢 可能大家听我讲的会比较少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公司叫做COH 它呢是这个Cochlear 它呢目前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也是巨头的一个 医疗工医疗器械公司 那曾经呢它的股价呢 是应该说目前吧 它目前的股价还是仅次于CSL 它呢是做这个人工耳窝的 并且呢是在 应该也是在全世界市场上 属一属二的 那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嘛 很多医院包括医疗器械设备 或者说像是这种人工耳窝 非必要性的一个医疗服务的话 都已经被暂停或者说延后了 所以呢这个方面 其实对于COH Cochlear 这个公司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公司啊在去年曾经最高的时候 股价表现呢也是在240多块钱 当时我记得CSL的股价 差不多刚刚也是在300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仅次于CSL 那因为呢现在也是新冠疫情的一个影响 刚刚呢也跟大家去解释一下 它很多人工耳窝这个 就我们说植入的这个手术啊都已经被叫停 就是或者说延后了 所以对于公司的利润的表现 或者说过去半年从2020年初 就是疫情爆发以来到现在 都有不小的一个打击 那目前的股价基本上在有190块钱附近徘徊 那这个公司的话 其实我们说白了 它没有办法就是说 像我们一些科技公司 或者说小型的公司 有一个非常强势的价格的一个突破 但是呢公司仍然是一个好公司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目前的价格呢 193应该还是属于这个均线之下 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看到 它目前如果价格能够再缓慢突破 甚至说上涨到195以上的话 那有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强势的 一个价格的回涨 那我们可以去持续关注一下 这个Cocker这家公司 因为如果随着这个新冠疫情 慢慢得到控制 或者说全世界有疫苗出来之后 那对于这个这一类 因为疫情短暂而受到影响 受到股价比较大的一个打压的 一些优质公司来说 其实都是值得我们长期去关注的 那这个呢是Cocker这家公司了 那今天40多分钟还是讲的 我已经讲的非常的快了 我觉得这个还是想要跟大家 多去分享一些信息 那最后呢还是跟大家去回顾一下 目前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做的 比较多的是直播嘛 每周三呢这个是不间断的 由我们这个墨尔本的团队 和悉尼同事团队来给大家呢 做周三晚上希望这个更有趣味性的一些 这个直播活动 那7月1号的时候呢 是我当时跟Allen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直播 那我个人呢当时是推荐了 China 50 就我们说的A50 亚诗兰黛和ALU也是一个澳大利亚 一个科技公司是 因为澳大利亚的这个科技公司叫WAX嘛 它是这个WAX里面 其中一个A代表的一个公司 它也是呢做这个 软件设计软件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回顾一下它目前的一个表现来说 因为其实还是要做一个回顾嘛 我们可以看一下A50 A50在7月1号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A50在7月1号的时候 当时是做推荐 差不多可能是在14000左右 我记得没错的话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 差不多呢是在14000左右的一个价格 那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A50曾经一度呢最高是涨破了16200点 那尽管呢这一段时间回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尽管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回落 基本上它可能股价表现跟ASX200差不多吧 这一段时间呢都差不多 是在15800点到15200点左右的一个区间来震荡徘徊 那目前呢这个是A50的一个表现 那另外呢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是这个亚世兰黛啊 这个的话应该女生会比较关注 那天我跟我一个女性的客户去聊天 她也是说呃这个疫情期间买了不少亚世兰黛的这个护肤品 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看是做完网课的时候是在 也是在7月1号 我们可以看一下7月1号呢 当时的这个亚世兰黛的一个股价的表现是差不多是在 对 188 188左右的一个价格 那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啊上个星期美国的股市呢 有尤其是科技股呃有百分之十几甚至二十的下跌 那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亚世兰黛在这一段时间股价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差不多上涨了百分之十八左右的一个价格 从7月到呃八月底来说呃对八月底 当时最高价是八百二十块钱左右嘛 八月底来说是差不多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有百分之十八左右的一个表现 那上个星期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科技股回落虽然科技股回落很多 但是整体来说 亚世兰黛整体的表现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这种是属于我们说的这个呃 呃这个普通的消费股嘛 这个我们说是防御型的板块 那在上个星期虽然面临着大部分大部分科技股大幅回调 但是亚世兰黛的差不多跌幅在百分之三以内百分之二点几 那也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防御型的一个板块的公司了 那尤其是咱们女生来可能男生不是特别了解啊 可能女生来说是值得去研究去呃这个关注的一个公司 那另外呢这个那天跟大家另外推荐的一个公司就是科技公司ALU了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澳洲的一个芯片公司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7月1号的时候当时的股价推荐的时候是差不多在32块钱 那一度最高呢是在也是在8月底的时候是到了37块钱 那我们看到今天啊是大幅的回落 所以说像是这一类优质的公司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 当然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到科技整体板块的一个呃 这个泡沫的一个影响 但是从这些角度来说 其实ALU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司 原因呢也之前跟大家在直播里面去讲过了 如果大家想说再去关注一下 可以去回看我们之前的这个直播 呃那另外呢当时我跟Joy的那场直播呢 也是推荐了这个Joy推荐了Cose 我推荐了WOWS然后他讲了这West Farmers我讲了Kogan 这两个公司呢目前来说应该跟当时7月2 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再跟大家去回顾了 那目前来说股价呢应该跟当时推荐的时候价格持平 但是也是在上个月的时候股价呢也是在持续创新高 尤其是Kogan 我记得当时我推荐Kogan的时候差不多是在18块多 那在上个月最高的时候呢是达到了22块多 那WOWS呢也是差不多有不错的表现 那英伟达呢在9月2号的时候做了推荐 因为推荐的时候当时正好是在最高价嘛 所以当时在9月4号刚刚也跟大家去展示过了 9月4号的时候出了一篇股评 建议呢入场价格在480美金 然后在长期看涨到550美金 那这个呢也可以给大家继续做一个参考 这个是我自己目前做的往期直播的一个推荐的回顾 那另外的话最后几分钟时间吧 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关于本周的一个热点 关注的一个问题了 因为这个星期这个星期的话应该是属于 也是属于热点事件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9月9月15号也就是其实就是今天晚上 今天的晚上或者说明天的凌晨吧 苹果公司呢会发布那个秋季新品发布会 那很多人可能期待已久新的iPad 不管是新的iPhone来说 符不符合国粉们 或者说符不符合市场普遍对于苹果公司 技术产品革新也好的一个预期来说 都可能会对苹果公司的一个股价 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从而可能影响纳斯达克 这一类这个科技板块比较重的一个大盘的一个表现 那9月17号呢就是周四凌晨的时候 周四凌晨的时候应该也是尤其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尤其是咱们现在目前手里有 不管是有美元相关类的产品 黄金还是说美股来说都要去关注的这么一个事件 因为呢美国美联储主席那鲍威尔 鲍威尔是继上一次这个杰克森霍尔的会议之后 首次公布的美国的利率节育 是在周四的凌晨嘛 那市场预计啊很有可能目前的这个利率 也可能会重申美元未来三年到五年的货币政策 那至少可能会确定未来三年五年 美国至少不会加息 但是呢还是需要去注意目前美国的一个通胀的一个情况 因为上一次这个杰克森霍尔 大家应该看新闻也有看到 杰克森霍尔会议上面呢 鲍威尔也是这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表示 目前呢美国对于通胀的一个预期啊 可以容忍到2%以上 因为往年来说 这个鲍威尔或者说这个美联储 对于美国的通胀来说 一旦达到了或者说接近啊 2%的一个通胀来说 美联储都可能会考虑加息 但是呢在上一次的这个会议之后啊 美联储鲍威尔他的这个口吻呢 是呃调整了 是变成了未来几年内平均通胀达到2%都可以 也就是说 今年疫情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 可能通胀会比较差 那如果明年呃这个美国国内通胀比较好 甚至达到了2.25% 2.5%的话都是可以容忍的 也就是说即使通胀在2%以上 美联储都不会去考虑加息 只要保证未来三年到五年的时间 平均通胀率在2%左右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 目前的基本上从三月份之后 也就是今年的疫情影响之后啊 其实整体的美元都是属于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跌趋势的一个 呃行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从今年呢最高三月份的时候 差不多是在103左右 一路下跌呢跌到了现在90多 那我们可以看到从7月份 7月中旬到现在呢 这个美元指数 因为美元指数其实跟黄金的走势呢 也是比较相关的 呃包括不管大家如果手里持有的是 澳美就是澳币对美币 澳美对澳币对美币来 呃美元来说还是黄金来说 还是呃其他这个澳币对日元来说 像是这一类相关产品来说 其实需要关注的都是美元指数 这个产品 那么可以看到从7月底开始到现在 其实每美元指数 差不多还是在这个箱体内进行横盘调整 那其实大家去最要去关注的就是说 在周四的讲话当中 至少他这个美元指数可能会在目前的 这个横盘震荡的箱体当中呢 会去寻找到一个方向 如果通胀率好的话 就是说美国目前的通胀率好 有可能鲍威尔他讲话会不如市场 呃外界预期那么鸽派 那有可能呢我们说这个有可能市场会往上走 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可能呢他会 这个突破这个箱体往上走 那那还有一种方向 就是说如果我们说这个鲍威尔呢 还是比较鸽派的一个言论表现的话 那不排除呢他这个目前的美元指数的价格 箱体呢会有一个向下走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表现 所以最主要大家呢 还是需要去关注一下本周四的一个讲话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当然参考到 呃目前欧洲和日本啊 这么多年的一个负利率环境下 依然呢 就因为目前欧洲和日本是负利率嘛 美国现在还是这个呃正利率嘛 呃欧洲和日本这么多年的负利率环境下 这个通胀率啊 所以呢这个呃我看了一下 大部分投行包括摩根 摩根士丹利认为呢美元呢会继续疲软 除非啊我们说可能呃 这下半年发生一些意外或者说重大的事件 因为其实说实话下半年意外和重大事件还是不少 比如说呃中美之间的摩擦 还有包括这个美国的大选 那至少的话在大选之前 也就是在之后的两个月时间左右 大选之前 美国的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 大概率的事件还是会遵循呃这个 特朗普的一个期望 会让美元的继续处于一个弱势的一个状态 因为其实这个一直是呃 呃一直是这个特朗普从政以来最希望的吗 因为大家记不记得在那个那个特朗普刚刚上任的时候 一直炮轰美联储 觉得美联储的一些货币政策使美元太强势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今年三月份以来 呃这个应该美元的走势也是非常符合特朗普的一个心意的 因为美元我们知道特朗普当年上台的时候 最大的号召就是希望美国的制造业可以重回美国的这个本土 也就是说可以重新繁荣美国的制造业增加美国的一个就业 那至少呢目前美元强势持续弱势或者说贬值的情况下 呃有可就是会对于美国目前市场来说会增加 尤其是当地消费市场来说会增加进口的成本 比如说你同样呃一本书好了 可能原来是呃五美金 那现在美元贬值之后是需要六美金或者七美金 那这个方面的话呃对于当地的消费者来说那肯定当地的卖家 会把这一部分成本的增加会转嫁给当地的一个消费者 但是呢同样另一个方面会促进美国当地的一个制造业 因为你进口的成本增加了吗 那对于当地的制造业来说他也会有一些相对应更更大的一些 我们说的这个竞争力 那同时呢美元贬值也会增加美国的出口 提高呢美国呃大部分制造公司的一个总盈利 这个也很好很好理解吗 因为根据高高盛的数据显示 如果啊美元每下跌10%的话 美国股市的标普500里面的公司呢利润率啊就会增加3% 尤其是这个收入啊啊来自于这个海外的公司 因为像是呃美国目前很多的这个科技公司 几大五大科技巨头放来说 他大部分的一个收入啊还是来自于海外 不管是苹果也好 包括这个呃谷歌也好 那科尤其是像是这个科技股来说 因为之前也跟大家去提到过嘛 科技股的估值方法其实就是discount cash flow 那如果我们说这个通通货膨胀率高 那利率持续降低的话 其实对于科技股的公司 科技公司的估值都是有不错的表现的 所以说呢目前的弱美元的环境呢 也可以持续支撑美国的这个科技公司的一个估值 包括重新呢拖住美国目前的一个高股价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呢是关于美元的一个呃目前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天啊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像是巴西日本印尼呃还有英国都会陆续发表 发布在周四的一个利率绝语 所以啊如果手里有持仓一些货币 或者说有关注这些国家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话 在周四的当天呢 也要去额外去关注一下这些市场信息 那另外呢跟大家再去讲一下 可能这个黄金吧 黄金大家应该也是最近非常关注的一个产品 那我这边呢去画了一个啊 这个待会儿讲 先给大家看一下目前黄金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图形 因为大家应该也有看到黄金啊 在目前的一个价格来说盘整了相当 相当长的一个一段时间了 那今天呢最高到目前是突破了1970美金 那很长一段时间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八月初啊 黄金创这么多年以来 新高以来2070多美金新高以来呢 那之后呢就开始下跌 下跌之后呢也是持续进入了这一个区间的一个价格来进行徘徊 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黄金的价格 基本上已经呈现出了一个三角形的一个震荡区间 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前面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区间 就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呢 都是非常巨幅的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啊 它的上涨下跌的一个区间 或者说上的下跌的一个幅度呢 也是非常平缓的 那这种形式呢 非常多的呢 会被认为是多空的一个 多空头的一个力量的一个均衡 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呈现出比较 这个明显的下降三角形的一个趋势 那在我们说通常啊 在上涨趋势当中 下降三角形的出现呢 大家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那通常情况下 在上涨趋势里面啊 如果是下降三角形出现的话 那很有可能呢 它会向下突破 但是如果在上升趋势当中呢 那如果有这个下降三角形的一个趋势 技术的形态出现的话 那它就会有两种结果 一种呢继续向上突破 一种呢转头向下 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黄金呢 目前的价格应该是属于非常明显的 在上升趋势当中出现了 这一个下降三角形的一个形态 那也就是说呢 未来的上涨和下跌 都难以确认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在星期四的一个表现当中 也会决定了 在接下来黄金的一个价格走势 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 也就是还是得出了刚刚一样 跟美元指数一样的结论 因为美元刚刚跟大家去展示过嘛 美元目前还是属于在这个箱体当中 来这个震荡徘徊 那所以呢其实跟美元相关的这个 黄金来说也是差不多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在目前的一个情况下 大家也是尤其需要去关注 这个星期四目前的一个表现了 那今天呢目前来说 我准备的内容呢也是差不多这样 因为已经九点了嘛 然后想看一下大家呢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呢以最快的速度来跟大家呢去讲一下 不好意思 对因为这两天可能有一点花粉症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吸笔铁 谢谢大家的关心 然后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 如何看待新一机场 OK新一机场的话 关于这个股票的这个配股啊 我就这个方面讯息我就不用多说了 因为他已经大家都已经去看过了嘛 那我们就大概去看一下技术面的一个表现情况好了 哎刚刚是不是跟大家说过这个新一机场技术面的一个表现情况 我好像给说忘了是不是 嗯看一下天线天线对 嗯对目前如果从这个均线的一个角度来说 新一机场的价格呢还是回落到了 就是前段时间呃配股之前的一个价格区间的 差不多在5块5左右的一个价格区间 并且呢5天205天10天20天30天的一个均线 也是在纠缠在一起了 就至少短期来说啊 这个新一机场还是在目前的价格来说 还是有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突破 除非呢比如说有一个进一步的 呃消息面的一个新闻吧 就比如说像是呃机场开放啊 或者说呃不是机场开放 应该说是边境旅游开放啊 周和周之间旅游开放 可能要到11月甚至12月份 那像这一类的新闻新闻的话 才会对这个新一机场会有一个比较 一个影响 那目前情况下 很有可能至少在没有其他的一个消息面来说 呃会有 比较大对股价有比较大的提升的一个消息面来说 呃新一机场还是会差不多在这个价格区间内进行徘徊 OKCSL CSL的话其实呃我一直强调的是我对于CSL的一个看法 就是我一直会把它当做一个我长期定存的一个股票 很简单来说呃CSL呢 因为你很难去把它当做afterpay或者说其他的科技股 对他短期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上涨的期望 但是呢对于他股价下跌的话我也知道他的公司呢 他真正的市值在那 我也并不会觉得他会跌到哪里去 所以这个是我对于CSL的一个期望 那所以我一般来说啊 有一有一些闲钱 那我不会去 就就是说这部分闲钱 首先我不想去做一个比较多的一个风险投资的情况下 那我很大的情况我会把它呃投给CSL 因为像CSL这种公司的话 首先他的这个流通性很高嘛 我想要用这个用这这笔钱的话 我随时都可以卖 那第二呢 我如果把它当做一个长期的定存定存来说 我相信CSL会给我一个不错的一个呃价格回报 那至少长期来说CSL是一个非常非常优质的公司 对那OK 然后我同事刚刚提示我说让我关注一下小额通通这边的这个大家的留言 OK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看一下小额通这边啊 WSP 这位陈小芳 OK WSP的话其实并不是属于我们公司的一就是可以做的一个股票 因为他不属于ESX200大盘股嘛 但是还是可以去跟大家去说一下 因为WSP是我最近去关注的一个软件服务公司叫Wesper 那我为什么去关注的一个原因呢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这一波二次疫情啊 其实得益于像是支付宝这一类的这个软件这个信息提供的公司 因为我们也知道国内有什么绿码红码黄码对吧 那可以追溯到这个人呢 在过去几天去了哪里跟哪些人呢有过接触 那澳洲其实在这方面的信息追寻包括这个呃感染源 其实是信息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WSP呢目前呢就是给维州政府 他当时是接了维州政府的这个单子嘛 帮助维州政府是追溯这个病毒的传染源 所以呢他当时呢在股价呢 有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那最近呢WSP的价格的一个下跌呢 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在上周的时候 他的大股东呢是呃应该是这个叫ascrow 中文是叫呃这个股股票解禁了 对股票解禁了 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那另外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当时 因为大家也知道维州政府呢 对于这个目前疫情控制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他当时engage了就是让这个美国的这个巨头 salesforce engage进了这个病毒的传染源的这个case追溯当中 所以呢对于这个方面来说很多的投资者 对于WSP来说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担忧和影响 OK那呃其他的话倒是没有什么 然后因为已经九点过了嘛一个多小时了 那我这边呢就不给不再给大家脱堂了 如果大家对于呃这个之后不管是股价的走势也好 黄金的走势也好 美元走势也好 有更多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呢在明天上班之后跟我们联系 打我们电话或者说联系小助手都说OK的 那刚刚呢跟大家提到的两篇股评 一个是我写的英伟达 另外呢一个是我们小助手 Banissa写的这个 呃 如果大家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兴趣的话 也可以欢迎跟我们联系 那我们今天晚上的网课就到这里结束 呃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 那这边就祝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